今天出门前快速来讲究一下今天有哪些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要小心了家中如果有幼儿的话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 在今年出现的首例幼儿侵袭性肺炎烈球菌感染死亡病例 这一名是住在中部而且只有一岁五个月大的幼儿 那么从来都没有接种过肺炎烈球菌的疫苗 而研判可能这个感染致病例最强的19A型肺炎烈球菌 从出现症状到死亡只有短短三天 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了 而疾管署从今年起也会扩大范围 98年到102年出生满一岁 还没有接种过13架结核型肺炎烈球菌疫苗 又或者是曾经打过但还没有完成应该接种的技术者 那么当然都可以来免费接种 家长因此也可以省下6000块钱 所以家中如果有小孩特别留意一下了 谢谢大家